对了 叶小姐 手上如果有黄金的话 趁早对话 马上就要到九年三十号 如果再不对话 就有麻烦了 咱们别聊这个了 柳经理 张特法元 来 好 来 柳经理 来 我们干一杯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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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特法元 我家少爷刘思孝让我交给您的 如果没问题我就先走了 嗯 江城 到 大哥 你找我 把这份名单上所有的人都给我查清楚 家庭背景 交往朋友 任何记者 我都要认为 大哥 这是 我们该做点事了 是 现在大家看看手上的名单 这上面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些逃税漏税 违法乱纪的不法黑心商人 他们都是党国的住主 蒋公子之所以成立特别堪乱处 目的就是想重振党国的党纪法纪 重振党国的威信 所以 我要你们彻底查清这些不法黑心商人的账目 把这些不法分子绳之以法 你们要记住 我们绝对不能愧对他 不能辜负蒋公子对我们的期望 明白了没有 明白 是 走 有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喝点什么 咖啡 来杯咖啡 好的 请稍等 什么事啊 找我这么急 我 还吞吞吐吐的 没有 小姐 您的咖啡 谢谢 我才走这么一段时间 就不把我当嫂子了 我没意思 你家人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是觉得 大哥变了 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不畏强权 极恶如愁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也说不好 就是感觉她这次回来跟以前不一样 做任何事情都有点 有点不择手段 让人感觉不舒服 你啊 别胡思乱想 你知道的 她被搁置了那么长时间 心里肯定难受 这回 蒋公子 竟点她回来 机会实在难得 她不免 会有点急于立功 不过你得理解她 舒衡现在很需要人帮忙 你是她的下属 又是她的好兄弟 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怀疑她 你应该全力以赴地相信她 支持她 帮助她 你说对不 我明白了 你放心 从今天以后 我一定好好干 就算搭上这条性命也在所不辞 谢谢你 张太太 不 谢谢你 嫂子 是我应该谢谢你 不不不 我不应该怀疑大哥 我要谢谢你 把她押下去 是 梁诚 你真棒 不是老李啊 你能不能不这么夸我 改天请你喝酒啊 好 再见 再见 梁诚 怎么了 大哥 梁诚 距离财政经济紧急令 今天是最后一天宽险期了 过了今晚 私藏黄金的就是违法行为 记住 今晚要特别行动 你告诉兄弟们 原地待命等我电话 放心好了 大家辛苦了 我先走了 再见 叶小姐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麻烦特派员了 不麻烦 能送叶小姐回家 是我的荣幸 请 那就有劳特派员了 好 叶小姐 去香港的票订了没有 要不要我帮你订了 谢谢张特派员 票我已经订好了 那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张特派员 你是打算送了吗 大哥 您来了 张特派员 这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 现在已经过了十月了 按规定已过了自愿交出黄金的最后日期 从此刻起 如果我们在岳小姐家搜到黄金的话 给我仔细地搜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放 是是是 你们两个在楼下 你跟我上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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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特百元 要不要喝点酒 好啊 谢谢 莫言 楼上柜子里发现了一个带锁的箱子 岳小姐 麻烦借你的钥匙 担你老箱子了 我都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钥匙多了 那你可能要换把锁 两成 走 你看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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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没找到 报告 没找到 报告 没有 大哥 我也没找到 都给我听好了 月堂花的棺材本一定就在这附近 再给我仔细送 是 是 都在这附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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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员 你看这个是不是 这儿 都在这附近的地方 都在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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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小姐 请你说明一下 这箱黄金 现在已经过了九月三十号 你已经违反了委员长颁发的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你私藏黄金是犯罪的 是要被判刑的 甚至还要坐牢 张叔贺 你就单挑软柿子捏养 欺负一个弱女子 算什么英雄好汉 还有什么金元券 说白了 不就是想从老百姓的手里面 把那些金字都骗走吗 这种鬼把戏骗谁去 我就不信你张特百元 真的那么大顾无私 把所有的金字都上交 岳小姐如果不相信的话 也可以去我家搜 如果搜得到了 也可以对我们一起诉说 张叔贺 你摆明了就是针对我 你到底要怎么样 坐下 张叔贺 你还记得吗 当初我在叶总会找到你丢失了钥匙印铭 一生不可 愤愤不娶地还给你 那时候我就说过 万一有一天我月桃花走夜路 碰到那张叔贺 可是又向你借斩明灯指路 你说你这辈子都会记得我的这个恩情 今天你这么对我 你就是万恩负义恩将重报 张可万人 如果你还念及曾经的恩情 你就放我一把 他日若有机会我定当报答 岳小姐 像你这么美丽动人 既能干又善解人意的你 这么多年 竟然没有找到好的归宿 可看这世上的男人 真是瞎了眼了 我就知道张特派员会怜向西域 你是想 你不是想让我给你纸条名路吗 干脆我给你纸个好人吧 沈丽怎么样 他精明能干 既骨家又不沾花惹草 而且与你相知多呢 却从未有非分之想 这样的男人可遇不可求 折腾了我一晚上 拿我的全部家底来威协我 就是为了给我找个好人家 你有这么好心吗 哼 好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了 岳小姐 只要你能找出沈丽的犯罪证据 我保证 不光这项财产 你可以带走 而且额外还有傻 沈丽是你的朋友 你这么对待朋友 是不是有点 有点什么 她是什么朋友 她私藏黄金 她这是犯罪 她这是国贼 我知道了 你根本不是想让我找出沈丽的犯罪证据 你就是想让我陪她睡一晚 陶涛说她的金子藏在哪儿 对不对 是 岳小姐 你太用证了 你以为陪沈丽睡一晚就能够找出她的犯罪证据 你太小看了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的目的已经告诉你了 我要你跟她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 在同一张朝上睡觉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接见她 才能够搜到她的犯罪证据 以及藏心地点 不行 我和沈丽是君子之交 况且她也有家事 你让我护着脸皮跑到人家家里面 破坏人家的家庭 我做不到 君子之交 岳小姐 你别跟我说 你对沈丽一点都不动心 像你 像你这样的 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不管你做沈丽的二太太还是姨太太 我只要你在沈家监视沈丽 做不到也要做 你太无耻了 梁城 特派员 带岳小姐去关押室 以私藏黄金的罪名 准备移交法院 是 岳小姐 请 违反委员长颁布的政治经济处罚令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作 但是岳小姐 你是顶风作 我算算 怎么也得判四五年了 岳小姐你年纪不小了 过个四五年 出来之后也人老猪黄了吧 如果你再从头攒观赛本的罪名 你也要唱到头发发白了 岳小姐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不要碰我 张书客 你 只要你肯答应我 我马上就放了 但是 你这财务我要保管 而且你要写一份认证书 如果你完不成任务 你这大半辈子的积蓄 可就要打水漂了 而且我随时可以定义工作 如果你想逃离上海的话 我一定会颁发全国通缉激难 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 我张书航 一定会找到你 小姐 你不能这样啊 你不能硬闯进来啊 你让我进去禀报一下 小姐 山莉 我知道你在家 少爷 她是硬闯进来的 我拦都拦不住啊 张义 没事儿你下去吧 好 月小姐 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沈丽 我要嫁给你 张书恒抓了我的小辫子 他 他逼我嫁给你 我的钱不身家 都在他手里面握着 我说不住 他要吃官司坐牢 沈丽 都是因为你我才受到牵连 你要对我负责任 沈丽 你一定要娶我 这种事怎么能强迫别人 你送上门我们就要勉强接受你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也不想这样啊 来 敬一下月小姐 你先别激动啊 这个 月小姐能赏识沈某 沈某 倍感荣幸 但是你也知道 沈某已有妻事 在这沈某家规己眼 家父严禁沈某大欠 所以你让我很为难 你要嫁给沈某 此时 沈某实在爱我能助 这样吧 你损失了多少钱 沈某原属赔偿 然后再安排你离开上海 你看行不行 不行 我已经签了认罪书 就算我走到天涯海角 张书恒都不会放过我的 月小姐 这 你的要求是吗 我真的是帮不了你 沈柳 你真的不肯娶我吗 真的吗 月小姐 有话好好说 敏秋 月小姐 你先冷静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你不娶我 我就死给你看 沈柳 沈柳 你必须收起你以前 顽固子弟的样子 否则就不会招来 今天的事 老红 你说对不对 冤枉啊 这件事情不怨我 你也看见了 月桃花差点死在我面前 我能见死不咎吗 老红你说 我能置之不理吗 小声点 咱们是在谈工作 又不是两口子吵架 我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我们本来就不是两口子 这可是你说的 那你还管我纳妾 你纳妾跟我无关 但是那个女人的身份特殊 我担心的 是救国会资金的安危 万一月桃花有什么心机 她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威胁 谁知道她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说不定是那个张书恒别有用心呢 万一这是个圈套怎么办 以我对月桃花的了解 她这次绝对是被破 这个女人骨子里极其坚强骄傲 她这次登门以死相求 肯定是到了万不得已 不得不求我的份上 老红 我同意敏秋说的 一定是张书恒在背后威胁 好 既然你知道跟张书恒有关 那你为什么还要收留她 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这样很危险啊 万一她跟那个张书恒有勾结怎么办 她是因为我才被张书恒盯上 如果不救她的话 她不光要坐牢 连养老的钱也要搭上 让我怎么心安啊 可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件事情我有分寸 你尽管 行了 如果月桃花在说谎 那只能说明一点她爱神力 一心想嫁入沈家 那就好办了 我们只需谨慎就好 不会有太大危险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 那就说明敌人在试探她 利用她 或许目的就是救国会资金 如果沈力拒绝 或许敌人会用其他方式来获取信息 所以我的意见是 将计就计 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月桃花 帮我们反转局面 老红说得对 将计就计 也许我们可以将张书恒一军 我没有信心 丁敏秋 你要相信沈力处理事情的方式和能力 做事一定要顾全大局 这也是一个契机 如果沈力拒绝派来其他人 那时候怎么办 我们一样要应对 说不定局面更复杂了 你要听老红的 我的老婆大人 你还没有想通 随便你这是你的事情 我只是提醒你不要麻痹大意 我也不想再犯任何错误 你想多了 感情是会务事的 人老牺牲的教训 难道还不够吗 我不相信他 不是已经说了 只是逢场作戏 他也许 能帮我们将他赶走 于事无补 我只是希望你记得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谢谢大家 这是我在这里演出的最后一晚 从明天开始 我就离开这个舞台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如意郎君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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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这个舞台 带给我太多台湾的回忆 有心酸 也有欢欢 今天 突然说要离开这儿 我真的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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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记住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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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支持和痛爱 谢谢你们 把下个一首桃花像 送给大家 我们去的专门 回到我 走 乾杯 你 再个呢 接着 泪 啊 是 我过去的 有点 paid 韩国 我 不少 赌尽梦了 管他明日白时绕 今朝有梦梦今朝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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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姐妹们 我走了 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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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了 谢谢 月姐 有空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 我会的 月姐 我们会想你的 我走了 月姐 恭喜你 谢谢 月姐 以前 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请你原谅我 我在你这个年龄 也和你现在一样 心高气傲 姐姐不怪你 谢谢月姐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名字 花 燕 红 花虽艳厉 却不会永远地娇艳绽放 我们这行吃的是青春饭 挣钱不容易 好好存些钱 别的花在小白脸身上 好 以后 遇到好人 就离开这个圈子 不要留恋 我知道了月姐 放心吧 我走了 嗯 月小姐 朝宗 把月小姐的行李拿到房间去 好的少爷 下去吧 好 你就叫我桃花吧 从今天起 我也算是沈家的一份子了 姐姐好啊 姐姐 我以后可要搬到沈家来 比护我们可要好好相处啊 姐姐叫得那么亲热 我担当不起 姐姐 桃花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 来 你这么使劲干什么呀 桃花 你来我家是避难的 我们有言在先 只知做做戏而已 拜托你不要这么入戏好不好 整个上海都知道我嫁到你沈家了 这假戏也得真做 是不是啊姐姐 啊 姐姐 那你就好好演吧 敏秋 怎么假戏全都真长 来 沈丽 你的外套 我来吧 我给你穿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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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上班去了 等等我 我也要去买东西 人家刚来就是这样 需要很多应手的东西 走吧 看来这次打虎运动啊 又要草草收场了 可不是嘛 蒋夫人都亲自动手了 把孔令坎 从太子的眼皮底下给救走了 你们猜 后来太子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他干瞪眼 这个孔令坎啊 他是蒋夫人的亲外甥 而且蒋夫人从小 就把他当成亲儿子对待 你说他能不救吗 是啊 这次惊动了蒋夫人 肯定要不了了之了吧 不管了 咱们就等任务一结束 管他什么长特派员 到时候了 他一定夹着尾巴 逃到怡春去了 说得对 咱们还是跟着主任混 跟着主任混 说够了没 背后脚舌根也不怕闪了舌头 告诉你们 打虎是势在必行的 走吧 大哥 背后说人坏话 算什么本事 打老虎行动就要结束了 您真的要走吗 有什么打算 还能怎么办 党国安排哪里就去哪 反正生是党国的人 死是党国的鬼 去哪不都一样了 老闆好 嗯 老闆好啊 老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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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老闆就是厉害 那是外头照得住 老闆就是老闆 家里真的多 是啊 这又娶了一个 可不是吗 余俊敏 行了 戏演的差不多了啊 你不是要买东西去吗 你赶紧去吧 我今天上午的事特别多 这什么意思 我的钱都被张书恒拿走了 没钱怎么买东西 我 我帮你还得养着你啊 我现在名义上可是你的二太太 你不养我谁养我 再说我真的是没钱了 我也没钱 你不给是吧 嗯 你不给我可跟朝宗要去了 朝 我给 我给 别在这儿丢人了 行 嗯 真飘 省着点话 我这不是自己找罪手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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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